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发布这个广告通过网络 或者是像一些 我相信不单只是网络 可能像我多媒体广告 包括像用smf whatsapp 不是whatsapp是wechat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有可以用来做广告的一些东西 对啊 很多方式 所以网络广告的定义呢 它是有它的一定的这个特点的 那网络营销它可以用的方式也是很多 我这收集了一些资料 我看到它基本上有几个特质 就是说这个网络广告的这个特质呢 包括就比如说 网络广告呢 是需要依附在有价值的信息和服务载体 OK 然后第二呢 网络广告的核心思想是在引起用户关注和点击 第三 网络广告是具有强制性和用户主导性的双重属性 第四呢 就网络广告呢 应体现出用户广告客户和网络媒体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换句话说 我可以总合成一个点来说 就是你首先你这个广告 它必须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信息 而且是有价值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服务载体呢 它就能够把它的整个价值呈现出来 那还有就是说 这个主要的这个核心思想呢 要引起人家关注点击 这一方面其实互动有关系 所以我可以把它统称为就是互动是非常重要的 你这个广告组和这三方啊 广告组和这个服务载体的提供单位 还有就是说和这个客户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要非常的紧密 而且要非常的有效 不然的话你这个网络广告营销呢 它达不到那个效果 嗯是的 但当然呢 这一个呢 广告广告营销呢 现在越来越多人找了这些 专门做这方面的公司 他们就会帮你们呢 策略出 到底怎么样去呃 打你的这个广告 嗯嗯 那你怎么去打你的广告 然后让你的广告可以汇集更多的人 是没错 而且网络广告 它究竟有没有这样子的效果呢 其实还是有的 毕竟你在进行这些营销的时候 呃 它跟我们传统的营销是有一点差别的 有一点不一样 传统的营销 它可以得达到的这个范围呢 可能稍微比较小 你没有去到那么广阔 我们说网络是无远不借的嘛 嗯 你随便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只要有网络 有这个line 嗯 你都有办法可以上到网 嗯 只要你呢 当然条件是你这个国家是没有把那个网 或者是那个URL去把它聘系起来啦 那如果你block了 你就没有办法上了 那一般来说 呃 都可以上到 那只要可以上到这些网的话 你的广告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了 嗯 所以它的这个呃 区域性是没有很大的一个限制 反正是可能如果你说限制的话 也许是在于呃 这个语言吧 那你当然是说你你你要制作一些广告的时候 你要配合那个区域的那个国家的用语 嗯 他比较习惯性看那个语言 OK 像我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一般上就三语罢了嘛 就马来文英文或者是呃 这个中文 这三个语言 所以我们看到广告呢 都跑不了是这三种语言 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些国家 比如说像呃 这个法国啊 他他可能就不会用这个只是英文 他可能还加上这个法文在 或者去到日本 日本那个广告肯定是用日文 韩国就用韩文嘛 那我如果马来西亚商家要去到那边打这个广告 你必须呃 这个入乡水书 用回他们语言 你就不能说这个用中文还是用英文上去就行了吧 搞不好可能人家看了没有那个亲切感 所以让跟这个客户的建立这个亲密关系是很重要的 怎么建立这个亲密关系呢 首先他们觉得让你觉得熟悉 我看得懂你在说什么 而且呃 这个是从语言上先开始 然后用他们惯用的一种一种习惯和习数 这个很重要 嗯 而且我其实觉得这些网络广告呢 他们呃 这个地域性呢 通常都比较强一些 其实虽然是同一个广告 但是呃 同一个公司出来的广告 但是对于不同的国家呢 他们有不一样的一个呃 方式 像是泰国的话呢 可能他们又有跟随这个泰国入乡水书 像是打招呼 是用泰国的方式打招呼吧 是 各国的这个打招呼通常都不太一样 马来打个招呼 马来西亚人打个招呼 可能是举一个八招这样 但是泰国人打一个招呼呢 好像就是会上手核实嘛 是 那这个也是相对于的比较不一样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网络广告 他的一个呃 非常大的一个特点之一 而且现在呢 其实你可以注意到 这个网络广告呢 主要呃 呃 它的这个时间呢 其实不在乎长短了 嗯 它可以一个五分钟 然后打一个人说保险 哦 对啊 你有注意过吧 尤其是泰国广告 它常常都是五六分钟 打一个人说保险 是 但是你就是会耐着性子 看这个短片 为什么 因为它触动到你心 是 嗯 它不是用那个 就是那时间的长短呢 已经不是一个最大的考量 它它必须是一个考量 但是不是一个最大考量 今天 它是一个形式 反正是一个形式 这个形式呢 是变成人家会去考量的部分 我觉得哦 我的这个产品 我要有一些故事要说 所以我采取这种形式的话 那等于是说它更有效的可以达到那个效果 那我就用这种形式了 我比如说我用我用短片的形式 或者我用的是游戏的形式 你这些广告它是游戏来的 它是一种互动性的游戏 所以它分很多种 最重要是看你用什么形式来呈现 那你用选择那个形式过后呢 你才决定说 你用多长时间来呈现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点哦 那我们 我们的嘉宾呢 也是来到了现场了 我们今天呢 就有了 今天我们 其实今天有好几位嘉宾的哈 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位嘉宾 就是Dr.Zero OK 王峰毅博士 王博士早上好 嘿 早上好 你好 Zero 好久不见了哈 对 好久不见了 是 你今天也剪了这个新发型了 是为了配合你这个广告营销吗 差不多吧 你需要换下不同的发型 会好一点吧 是是是 那我们今天谈这个网络广告营销 其实 你 据说你现在也是开始正在 经营着这个网络广告的这个业务 是吧 对对对 就是在这个星期四 我们就会 做一个 隆重的launching吧 是 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你们这个网络广告的业务吗 我们的公司主要呢 就是帮人家做一些website啊 做一些digital marketing 类似有关的东西 比如说Facebook啊 Instagram啊 因为现在的 the trend都是 move forward to digital marketing了嘛 所以在digital marketing 无论给什么公司也好 什么行业都很重要的 就所谓的O2O 以前比较传统的 全部都是做offline的business嘛 是 所以现在就把成 online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来的 OK 你们有没有曾经做过一些research 就是在马来西亚 其实有多少人 以多少的这个公司 百分比 以百分比来计算 已经把这个 广告营销的部分 从offline移到online这一块 对我们有做过这样子的 统测 以上一年的统测 已经有60多巴仙的人 已经开始转 从offline变成online的 是在马来西亚吗 对马来西亚 不是集中在吉隆坡这一带 巴仙河流域吗 是整个马来西亚 对整个马来西亚 所以那个trend已经开始了 已经 其实好几年已经开始了 现在是越来越厉害吧 他们是完全脱离offline的意思 还是说 都有一部分是会完全脱离offline 都有一部分还会保留 那因为有一些营销 一些生意一定要有online和offline的 不可以完全全没有offline的 这样如果是两个都有的话 比如说他有online和offline 他的比例会怎么分配 他的那个A&P budget 他会怎么分配 以前的A&P budget 很多都会做在offline的方面 那现在已经可以move到去 差不多60巴仙 很多人都打在online 有一些公司甚至不可以去到 七八十巴仙 全部是在online的 因为打个比方说 我有几个顾客 我们现在开始做出的 他们的生意量 可以讲是90巴仙 都是来自online的 90巴仙来自online的 他们打都是Facebook的广告 他们这是做网络生意吗 不是 他们是做offline 他们是做比如说吃的啦 就影视行业啦 对对对 F&B行业啦 这样子fashion啦 所以某一些东西 你还需要到offline呢 就好像你买 买一些衣服 还是买什么 你不可以来一order就order 当然有些是中国淘宝啊 那些就不一样 很多时候 很多人还是要有那种 货品或者饰品的那种feel啊 我们讲的sense啊 你想要摸一下 你想要看一下 你想要感受一下 对对对 所以在online的时候 就带不出这个感觉出来 那但是online也不可以 不可以看少 因为现在虽然一些东西在 offline和online做不到的东西 把online可以做到 所以online是一个24小时的生意来的 那ok 你能举一些例子吗 比如说offline做不到 online能做到的 你刚才已经提到一个 就是online它可以24小时的 在就帮你打广告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跟offline的区别 还有什么样不一样 就是online做到 offline一定做不到的东西 online做到的东西呢 就是它可以拿到一个很大的数据 就是每一次有人 login到你的website啊 或者在你的 所谓的网购啊 还是什么的话 那这些data我们也是可以收集到的 但是offline的话呢 很多时候 顾客也没有这个选择性 想要去 留下他们自己的contact 所以那个数据也是很重要 这个是其中一点啦 第二点你可以讲 刚刚我跟你说了 很多人是需要到 快速了嘛 这样有时候你不用等到 因为有些人好像我们做工时间 七八点上班 九点上班 那很多店商店已经关了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通过online的system 可以看了 24小时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它是不是也是包括 像logistic 就是物流这一方面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像 可以 可能下班后或者店关了 我就买不到那个东西了 我虽然说我online 我能买到 但我也不是马上拿到 可能我要隔一天才能拿到 这样跟我隔一天去买 有什么区别呢 这区别就是你省了很多时间 因为你可以省很多时间 不用去queue up 不用去排队 不用带cash去买 也不用再到处选 因为以后我们选东西 也要很多时间的嘛 所以在online买的话 其实它有多一个好处 就是无论你在哪里 你在做出什么 一些我的朋友是在 订阅里面买卖都 都有哦 其实上了系统间的时候 都马上可以做生意了 对对 something like that 对 所以这个网络广告营销呢 跟很多人一般的想法 可能就是觉得说 我只是在 因为现在人上最多的 就是社交媒体嘛 有些像Facebook 这个是最多了 那除了Facebook Instagram之外 所谓的网络广告营销 还有什么样的平台 就在马来西亚 我们比较熟悉 还有或者是 之外我们不熟悉的 还有什么地方 其实很多我们可以通过 website那边开始的 website就是 打个比方说 就是SEO啦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SEO是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或者是YouTube广告啦 先说Google的广告 先啦 就是SEO啊 SEM啊 这些是蛮重要 因为好像 有时候你要找东西吃 你没有理由去Facebook找嘛 对对 Facebook是有时候 你已经知道了 你要follow某一些人 比如说 我喜欢 Villiam 我每次去看他的post 这样就不同 因为我认识你 What if人家不认识 很多时候人家 都是去Google那边 search的 所以那个searching 那个point是很重要的 就是那个key 对 那个keyword 对 它会relate到你的生意 而这个生意呢 都会帮到你们的 lead 我们所谓的lead 因为这些人 就是有兴趣 对一些东西 那如果我们target对的人 所以他的 他的广告效应 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些lead 它会带来这个traffic吗 traffic 它的conversion 通常有多高呢 通常找到这种 traffic的话 conversion 是非常高的 我们可以说 最少有七八十巴仙 七八十巴仙 对 七八十巴仙 其实这些lead的traffic 肯定会有这种conversion 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是说 像我们提到 这个conversion 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时候 它是不是 等于是说 这个是限制在 某一些的业务 才有这种可能性 还是说 一般只要在做 网络上的业务呢 都会有这种conversion 对 一定会有conversion conversion不一定是要在sales的 不一定要用金钱去判断conversion rate的 conversion rate可以 好像一些人买property 你在online那边 你没有留 比如说一个property五百千 你没有留 人家给你五百千的 但是 人家有兴趣 它的conversion的意思就是 它会留下它的名字 data 或者是它会留下它的email 那个就是一个很成功的conversion rate了 所以在conversion这个概念 其实不单只是sales clause 这个conversion 而是说 只要我有data 那个已经算是一个conversion 我们应该是要这样讲 我们的conversion rate 是depends on individual或者client的objective 它的objective是什么 它的objective是要拿更多like 如果很多like的话 那个也是一个conversion 或者是它很想要拿engagement 就是比如说 你要人家comment你的照片 那个也是一个conversion 或者是你要拿到data 或者是甚至是sales 最director 所有的东西呢 很depend on 那个individual的objective 所以conversion rate 是不是一定要用金钱上去判断的 它有很多的概念 它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可以去做的 像在马来西亚的商家 一般上他们会prefer的conversion是什么 因为据我所知 肯定每一个人做什么一定要钱的啦 对对对 我所了解是马来西亚商家 一般上都比较实在 就很说 今天我要 我丢了这笔钱 我要拿回的不单只这笔钱 我还要赚到钱 他不管你给什么data 这些data对他来说 他可能不了解 它的重要性 虽然说我们现在大数据时代 对对对 但是不见得每个商家明白 我们都知道 在马来西亚商家 很多是中小型企业 而且是可能教育程度 也不是说那么高 或者是他们对这方面也不了解 不是说教育程度不高 对这方面不了解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最实在的 我就是拿到钱才重要 那今天你跟他说 我的conversion是 我拿到多少个like 他会说 老板 这样的like 我能够吃吗 这个like不能够吃 那怎么办 对 他们可能有这种现象出现 对 那一般你们怎么会 让他们了解说 这个conversion 它不一定是直接的 那个margin 让你看到有那个钱 它反而是在于 你的这个data的收集 对 你的这个likes的 或者engagement等等 一般你们怎么说服 遇到这种商家 OK 基于我的经验 在business行业 五年前的人 大多数我们去接触 最少90%的人 就是好像刚刚 William说这样子 都会有这样子的概念 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虽然我们去见很多顾客 他们都会很明白 什么叫conversion 因为他们做offline的business 主要是因为他们做到一个点 他们已经突破不到了 他们来来去去 就是target回他们自己的work-in customer 什么朋友圈的朋友的朋友 这样子 他已经突破不到 所以很多人要做sales 都会understand什么叫lead的 他们都会是想要 不要超过 不要错过一个机会 甚至会有一些人做 比如说一些人做insurance 或者saving 或者property 他们甚至会买一些data回来 为了要follow up一些case 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 conversion rate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当我们去 enter他们的market的之后 就是我刚刚说了 五年前的 我们做这些行业的话 是会有一点辛苦 因为很new嘛 五年后现在的科技发达 还有很多东西 都已经很stable了 所以我们就比较少 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反而会遇到的东西 就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是更多了 就是ok 你可以不可以用 最低的成本 帮我拿多点lead 那他们已经不会在于 那个lead不重要 我现在我要看ROI 就return on investment 其实是看现在 我们会遇到的东西 通常都是client会问到 你可以用最低的成本 帮我拿到那个lead 通常都会这样子问的 所谓最低的成本 其实也没有一个标准的 没有 因为是看你的行业的 看行业的 那目前 目前是说 ok 我先部分 我先了解一下 你刚才提到说 有一些商家 或者有一些人 甚至可能会去购买data 对 回来去帮他们 他们自己的业务提升 对 去找一些客户 开拓客户了 对 ok 提到购买data 这个我觉得是有点敏感的 毕竟他有合法和非法 这个部分 那我想了解就是说 像今天如果我们帮商家 商家找到了 这个这么多的data 收集了这么多 那这个data是属于 商家的data呢 还是属于 像你们单 就是你们agency的data 是属于谁的data 他的拥有权是谁的 第一 第二个 那拥有权的这个单位呢 他们是不是可以出售这个data 他们是不是有权利可以出售 或者没有触犯任何的法律下 把这个data share出去 别说出售 那我们的policy在我们公司 我们是不会去share 这些data 因为这些是很敏感的 第一 第二也是against 一个privacy的law 所以我们一般上 也没有去做这一块的 那我刚刚给你的一个example是 因为我知道通过 third party的时候 你可以买 买这样子的data 去做follow up 那如果我们的client 我们通常拿到他们的data 我们都不会去share出来的 通常都是自己use的 就是private use 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收集了data的话 我们可以做就是internal的promotion 比如说现在我们收集了一大堆的data 比如说有一个新的商家想要有这样子的promote 而我们做的东西我们不会用这个data send去给你 反而我们会通过这个platform 它是一个platform 我们帮你的东西打去给他们 那因为这个 因为一般上人家留他们data在我们这边 他们已经知道 这个data是贵我们所 是我们的 一个属于一个property 但是我们不会violate它的property 不可以review 一路来都是我们internal use的 so所谓的internal use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event 需要到请为我们data base的人 我们要segment还好的market so或者是有一些product 或者有一些商家跟我们配合了 这个商家的 我觉得它的product是适合我们现在的data base 那我们可以做的东西 我们就会share进去我们的data base 而不是将我们现在assisting的data share去给另外一个client 我们通常不做这些东西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这样子来说 像今天如果我是客户 我是客户A 我找到你们agency了 我要你们帮我做一个event 然后这个event 我的conversion的target 就是要有这个data收集到 这个data有了 收集可能搞不好有 这个1万或者1万个data了 那这1万个data 是属于我们共同拥有吗 还是说它的 是属于owned by我 还是owned by agency 通常是owned by agency的 不会给client 我们一般上会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event 所以这个event 就打个比方说 这个星期四我们要搞的event 这样我有的data 是我们去邀请的 而不是我们丢这个data 给我们的client 他自己去邀请 那那个client来到了过后 比如说the party 他们来到了过后 过后你才从 那一当天那时候 拿他们data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different ballgame了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说当时当天 他们可以自己 在做个data收集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 那个就是他们 因为反正这个是自己的 privacy了嘛 那你来到 你要自己给你自己的data 给另一个agency 或者另一个人 那个就是你们自己去battle but我们的手头上 我们有的data 一般上我们不会share 给另一个client 或者agency 因为这个已经出法 就是violet了我们的 我们的philosophy 我们每一个公司 都会有自己的philosophy 所以这个只是一公司 自己的philosophy 那在马来西亚 法律里面 关于这一块 有没有一个很好的 有这个是 这个fall under data protection的law so data protection law 是蛮重要 因为我们是不可以 让他share without 他的concent 没有理由你的data 如果你说一万个 我打电话一万个人 我要share你东西 给其他人可以吗 所以如果你没有 做到这一步的话 这个就是violet了 data protection law 就是所谓就是 我share另外一个人的contact 或者share他的data 给你 without他的concent 因为毕竟 我们了解到 在做网络 这个行销的时候 其实data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大数据时代 因为数据 才是真正的 这个游戏的 他的这个财产 资产就在那边 那谁掌控 这个最大的数据 严格上来说 他已经掌控了 一个很大的财库 可以去挖了 因为很多商家 他需要这一块东西 对 那所以如果当我们说到 这个收集数据的时候 一般上 他有一些什么样的 这个规则 那些之类 比如说像今天 我注册的时候 会不会在那个问题上面 有说你对哪一个有兴趣 这样我就听那些东西 然后我没tick的东西 我就expect 我会收到这些资讯 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如果为什么 有些人可能还会收到 所有的都收到呢 其实有几个做法 好像我们这样子做的话 我们是比较serious 还有我们会比较 吸引在我们的 client的要求 意思就是说 我们做每一个 所谓的contact form 我们都会 很小心这样去挑选了 那如果没有挑选到好的话 你就会遇到就是 什么东西都关到你的事 明明你就是有兴趣在beauty吧 这么无端端 车又关你的事 这个又关你的事 所以我们就叫cross over 其实会看到头来 owner of data 他们要怎样玩 他们的 data 如果是我们做的话 我们会先讲website 先 我们的website 我们会拿这样子的lead 所以我们会帮他target 好好来的 好像比如说 我们是要卖property的 你没有理由去问 那些没有关系的东西的 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contact 我们也是 我们的founders的background director的background 全部都是engineering background的 所以他们都会很细节 在问答的问题 然后要怎样去做到一个 好的contact form出来 过后你才可以收集到 最好的data 因为一个一般的人 好像你看online website还是什么东西 你找data 你不会超过三分钟的 如果你一直找不到 你超过三分钟 你就big check 不要找了 算了 我们找另外一个keyword 所以再赖一个短短的三分钟 你不要看小 每一个人的三分钟 在这个三分钟 可以变成一个很massive的东西 很viral的 这是一个素食时代 所有时间的长短 都影响着这个生意的量有多大 当然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我们还有另外三位嘉宾 在现场 还有包括Zero 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关于今天的课题 网络广告营销 先暂停一下 先进一首歌曲吧 谢谢大家